接下来请收看菩提系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二节是十门分别 一个总门 一个是什么 别门分别的 然后透过长行之后还有寄送 那长行当中 那么从数啦 像啊 还有种种种种 总共有十大象 好 那先从数来看 数字 数量来看 这里就讲到 和因缘故 波罗密多 唯有六数 是什么样的因缘呢 为什么说这个六度万横的六 是用六的这个数字呢 那么这里就说成立 有三大象 对不对 有三象 成立对智所致障故 有没有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 理诸佛法所依处故 第三个呢 就是随顺成熟 诸有情故 所以我们说到成佛的 三德圆满 是不是就是从断德 智德 跟什么恩德 而且离 这个离藏 正觉 还有就是利益众生 这个 是属于 断德 因为要离什么 离障碍 这个是 成佛的什么 智德 也就是要能够正觉 这边是对 所有有情众生的什么 恩德 三德的圆满 那么能够利益 众生 所以这个是属于 利他 这两者呢 自立 所以我们说修行的过程当中呢 也是透过什么 自立而 利他 自立利他 好 那在第一个里头呢 有三个 三个层次 如果对治 不发去者呢 就希望能够怎样 不思 跟持戒 这里是忍辱 精进 这里是 传定 禁律 和智慧 波瑞智慧 大概分成这样子的一个架构 好 好 所以我们来读一下 好 因为我们其实后面的解释当中 我们也读过了 早上 好 所以第三百五十五页的本文 第一 第二行 就说 未遇 对治 不发去因 有没有 这是不是针对第一个啊 对治 所治 障故 里头的什么 不发去因 所以呢 就立了什么 诗戒 波罗蜜多 有没有 所以立了诗 跟戒的 波罗蜜多 来对治 不发去因 好 为什么会不发去因呢 就因为 着财位 即什么 着世家嘛 对不对 好 之所以不发去 就因为 着了财位 那要对治 着财位 是不是就要 不失啊 对治 着世家呢 就要持戒 好 那第三行 未遇对治 虽已发去 复退还因 有没有 好不容易 已经发去了 却还会怎样 退转 所以就要立什么 忍辱 跟精进的什么 波罗蜜多 好 那么也等于说 虽然已经也发去了 也发了 这种解脱的道心 但是呢 这个 耐不了人事的 这种纠葛 人事上面 是不是也很繁杂啊 所以呢 必须要怎样 忍辱 好 所以往往有时候是人事上面的 的纠纷 种种而退道 是不是 好不容易到了一个佛教的团体 那只要有人 是不是就有是非啊 就难免有摩擦 不要因为人事上的摩擦而退失到心 那也是不划算 对不对 所以要用什么 忍辱 忍辱的方式 所以忍辱有人事上面的忍辱吗 有环境上的忍辱 环境上的忍辱是安寿苦忍 那人事上的是什么 耐怨害人 然后最深的就是地查罚人 并且还要有精进的这种波罗蜜 要持续不屑的 所以这里有退还因者 有没有 为什么会退还呢 就因为处在生死有情 违犯所生重苦啊 就是人事上面的纠葛 人事上面的纠葛 我们人事 我们凡夫众生 这个本身都已经有生死的这种苦魄 却在生活里头 是不是还是充满了人事的摩擦 会违犯所生重苦啊 会有人事上的摩擦 所以呢 就必须要用什么 忍辱的方式来对质 还有呢 因为长时间的善品夹行 所生皮剂啊 皮带啊 所谓的精进 是不是要常常实施 这个长长的 时间是非常长的 所以我们说这个勇猛心一发 恒长心难持 对不对 恒长心其实才是困难的 不只是年年如此 世事如此 还要累结累世 累生如此啊 那这个 在家行的过程当中 如果生起了疲 疲倦 懈怠的话呢 那么就要用什么 精进 所以所谓的精进 所谓的精进呢 很重要的 是在这个 在我们的第358页 就会讲到 所谓的精进呢 就是要 善品的夹行 在善恶方面 要让乙生的善 要能够继续长养 卫生的善 要让他怎样生起 乙生的恶 要让他消除 卫生的恶 要怎样 不让他生起啊 所以精进 是不是专门在 善恶上头的 努力啊 那 所以呢 不能生起什么 疲戴 疲倦 懈怠 疲倦 懈怠 为什么会疲倦 懈怠呢 往往是因为 着相的关系啊 就因为着相 比方我们的发心 就会很希望人家 赞美我一番 没有人赞美 就觉得 有够疲劳 就会觉得 会想说 这个 就算没有功劳 也有疲劳 一直在巴望着 人家对我们的赞美 却有时候 正好又患得 人家的毁棒 是不是都有可能啊 而这些 我们都要能够 不动于心 要能够 无动于心 因为前面 也讲到 愚苦无动 愚修无泄 是不是 要愚苦无动 要愚修无泄 所以我们常问 常被问到说 师父 师父到底要怎么修行 这些都是修行 是不是 而且也透过这样子 是不是才能够入籍因果啊 才能比入因果耶 才能比入因果 就是根据六度万恨 而 怎样 而踏上了成佛的道路 对不对 才能够踏上成佛的道路 在这个 这条道路上 长长长久久的 能够不退失下来 不仅发去 还要能够不退失 好 所以接下来 在第355页 倒数第二行 第三个程度呢 就位欲对峙 虽已经发去 而且也不复退还 却失坏因 有没有 还会失坏掉 这个 前面的动机 就是因为 怎样 之间上的不正确啊 所以呢 针对这样子的话呢 就要利益什么 禅定跟什么 智慧的波罗蜜多 因为失坏因者 为诸 散动 及邪恶惠 有没有 就因为 散动的关系 那为什么会散动 是不是就是 前面的四种 都是散动的因哦 我们着于财位 犯了失罗 于苦有动 于休有谢 是不是都是散动啊 都是一种散动 那最严重的就是什么 邪恶惠 错误的 见解 错误的 见解 所以我们说 建立我们的正确的 知见 是不是非常重要啊 那是最重要 不过的 不仅我们这辈子 使用 还要能够延续着 下辈子 乃至于生生世世 对不对 乃至于生生世世 所以呢 这个 失坏因者 为诸 散动 及 邪恶惠 这样子 是不是比较清楚一点 这一段的一个架构 也因为以上这三种 所以呢 就成立了 对治 所治 账固 有没有 这些是不是都为了要离账啊 透过离账 是不是才能够成就成佛的什么 断德啊 所谓的断就是要去断离什么 障碍嘛 我们的无名障碍是不是很多啊 所以这里说 唯利六数啊 因为都是三对的 是不是 三对 然后所以有六个 有六个 这是第一项哦 第一项而已 对不对 那第二项呢 右前四波罗蜜多呢 是什么 不散动因啊 四一波罗蜜多呢 那么 不动 不散动成就 此不动 此不散动为依止故 如实等觉 诸法真义 便能证得一切佛法 如是证诸佛法所依处故 有没有 所以呢 唯利六数 好 这现在要讲的是不是第二段的 哎 第二段 我们所要依据的 就是成佛的什么 智德 好 所以我们说我们从我们每一辈子都有生德会 之后是不是就要透过家行会啊 好 家行会就是乱顶忍试第一嘛 对不对 才能够来到什么 这个根本无分别会 是不是 那也就是所谓的一切智智 一切智 涅槃其实就是正的一切智 然后菩萨呢 再透过一切智来当做道种 有没有 所以呢 会有所谓的道种智到什么 一切智智的圆满 所以是根据佛陀的什么 智德 第二段 是不是 好 我们透过菩提心 开始 是我们的什么 生德会 我们每一个人的 这辈子的起点不大一样 有高有低啊 不过呢 总是我们的生德会之后 是不是要有家行会啊 才能够有机会正得什么 一切智 一切智也就是根本无分别智 也就是正得涅槃 然后再把一切智拿来当什么 道种智 菩萨的道种智 所以我们常说 这个智是不是一样的 智是一样量的不同 然后到成佛的时候 就叫做什么 一切智智 这是智德的成就 智德的成就 那这个都是透过正觉 有没有 是不是都跟菩提心有关系啊 从菩提心到三菩提 到三秒三菩提 是不是 到奥料多罗三秒三菩提 是不是跟正觉都有关系啊 绝到什么程度 绝到什么样的程度 好 所以才能够有什么 智德的圆满 诸佛法所依处 所以我们说 到底怎么修行的一个最大的关键 能不能提升 是不是还是智慧啊 但是不是单因单元 他还必须有戒 做基础 对不对 还要有定 去验证 所以戒定会三菩 透过戒定会三菩才能够怎样 正觉啊 也才能够正觉 因为菩提本身就是一种觉嘛 去验证觉 到成佛的无上正片等正觉 是不是 所以跟觉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从验证 是不是才可能正觉 过程当中呢 就是要不断的发心 利益众生嘛 利益众生 好 好 所以第三百五十六页 前四波罗蜜多呢 就是不散动因 好 也就是透过布施 持戒 忍辱精进 让我们散动的心 变得比较不散动 对不对 如果我们着在财位上 是不是就容易散动啊 不断的想要去追逐嘛 而我们要能够舍得出去 反而会把我们的散动 是不是也把它驱除了 就能够形成所谓的不散动因 不散动因 好 那次一波罗蜜多 也就是什么 禅定 禅定是不是就是不散动的成就啊 不散动的成就 好 那么就是要一直在这种不散动当中 那么才能够如实等觉诸法真义 有没有 好 所以呢 我们在佛教所修的禅定的这个定呢 是为了会 是为了要去验证会 好 我们透过会是一种匹婆舍纳 就是不断的去观想 但是透过这个 好 透过修定的方式是 让我们所修的会 验证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是可验证的 是可验证的 我们常说如果能够到所谓的一切至 或者根本无分别至的现前的时候 它是透过会而达到的 但是一定要有定来做配合 对不对 它才能够验证得了 也才能够验证得了 那在这个验证当中也就是如实的 好 是清楚明白的 看到了什么 诸法实相 验证到了诸法实相 那在为是学里头的诸法实相 是不是就是原成实相啊 也就是看到为是什么 无意 所谓的为是无意 不是没有 不是消失了 而是平等平等 我们本来有意呢 是因为不平等才 因为不平等 所以我们就一直不断的去追逐 想要比别人更好更多 是不是 然后就发现说 人比人会气死人 是不是 永远比不尽啊 永远比不尽 我们会以为是有意 所以不断追逐 是因为感受到 这个 就是那种想要比别人多 比别人好 但是我们说 不管如何都是无常啊 都不可能持续不变的 都不可能持续不变的 是不是都会变动的啊 所以如果是 透过依他起的角度来看 就要怎样 唯一是四亿了 对不对 似乎看起来有 有一点意义 但是不全然如此 如果我们更深的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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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透过修行去验证的话 其实他毕竟还是无意的 好 那当然那个 这是境界上的不一样 所以在 为是无意的现前的时候 也就是如实等 觉 诸法 真意 这样理解吗 就是超凡入圣的那个点上面 便能证得一切 什么 佛法 也就是一切智的现前 一切智 跟一切智智 它的值是一样的 是什么 量上的不同 所以这个也等于 分正了佛陀的什么 法神 分正佛陀的法神 这样能理解吗 一切智到一切智智 的差别就在 菩萨到 这个圣贤菩萨 菩萨摩赫萨 的二大欧生 奇节里头 不断的去扩大 那个量 到尽须空界 无限无量 那么成佛 好 所以呢 如是 正诸 佛法所依处 有没有 佛法所依处就是什么 就是涅槃的境界 所谓涅槃境界 是不是就是真理现象的现前 真理现象的现前 这是可验证的 这是可验证的 这样理解吗 所以这是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所以呢 唯利什么 六数 唯利六数 所以也一样 是不是还是六度的 这个六数啊 好 那第三个部分呢 那么就为了要 随顺成熟一切友情 好 菩萨道上 是不是就是要 不断的随缘进分 能够利益众生的部分 我们就尽量的 好 在我们有能力的时候 那么能够随缘的布施 随缘的持戒 我们自己的持戒 是不是也是在利益众生啊 因为不会去违反到众生嘛 好 我们的忍辱 其实也是在 维护众生 好 好 也是互念众生啊 我们的精进 好 也希望我们的 道业上面的努力嘛 那 这个 好 乃至于这个 禅定 好 跟菩瑞智慧 都是随顺承受 一切友情 好 所以呢 在第三行这里就讲 由施波罗蜜多顾 有没有 于朱友情能正射受 好 因为透过布施波罗蜜 所以不是只有布施而已 还要波罗蜜 那如何的波罗蜜多呢 就是啊 因无所助而生其心 才能够波罗蜜多 才有机会从此岸到彼岸 所以布施有世间的布施 也有 释出 这个 释出释入无碍的布施 释出释入无碍的布施 就是布施波罗蜜多 是不是 才能够 能够有所提升啊 光是布施本身是无法提升的 因为布施本身是不是修福报啊 如果没有智慧 还是没机会往上 所以我们说这个高度 都是要透过什么 透过波瑞智慧 都是透过深入法性 是不是才能够上去啊 深入法性 否定式的符号 就是让我们能够放下什么 自信望值 能够放下自信望值 才能够往上提升 才能够波罗蜜多 也才能够波罗蜜多 所以余珠有情能正射受啊 对所有有情众生 才算是正确的射受 如何的射受 因为无所求的心来利益众生 而不是有所求啊 有所求是不是还是世俗的布施而已啊 那是无法波罗蜜多的 是无法提升的 是无所求 无所住的心来怎样 布施 才能够波罗蜜多 而且才叫做正确的射受众生 没有任何的预算 不是为了自己而去利益众生的 完全站在众生的立场 无所求无所住的心 才能够波罗蜜多 所以我们说这个五度如莽 是否波罗蜜为导啊 因为以波罗蜜为导 所以都能够用无所求 无所住的心 来耿耳耳的心 所以是只问耳耳而不问收获的心 那第二个呢 由借的波罗蜜多的缘故 余朱有情能怎样 不毁坏 不会去毁害到众生 是因为我们把自己怎样 看管好了 收五戒 不会去妨碍到别人的生命财产 乃至家庭 不会去破坏 对不对 这些呢 所以我们说持戒 也要因无所助而行于持戒 对不对 那么 也才能够对所有友情众生 不去毁害 利益众生 也是一种利益众生 好 那由忍波罗蜜多的缘故 虽遭毁害 而能忍受 这个就更厉害了 是不是 我们只能要求自己 不去毁害众生 但是我们无法要求众生 不来毁害我们 对不对 就像开车 也是啊 我们只能自己 尽量的防止自己去撞到别人 但是我们很难防止被撞 是不是 那所以 一旦被毁坏的时候 怎么办 要能够忍受 忍辱啊 忍辱 这就又进一步的 又是进一步的这种心境啊 就算被毁害了 但是我们却能够安受苦忍 耐怨害忍 是不是 那最重要的关键 也因为地查 因为这一切都是因缘 不是谁能够害得了谁啊 如果我们跟他之间 没有一些过去的因缘 也不至于他来毁害我们啊 那我们都应该要能够 愿意去接受乃至去偿还 要能够欢喜纳受 要能够欢喜纳受 所以我们说 学佛之后 并不是说就消灾解恶了 就一定征服严寿了 是不是 但是就算我们碰到了灾恶 而我们自己的心境 我们能够转化 这是很主动性的 而不是被动的只求消灾解恶 而真的碰上了 这个业障线前 我们是不是还是愿意啊 把它化为我们的逆增上缘嘛 逆增上缘 所以呢 能够怎样忍受 忍辱的意思 那第四个 由于精进波罗蜜多的缘故 所以能够住 能助经营彼所应做 因为有精进的波罗蜜多的缘故 所以能够帮助我们自己 在生命上面的经营 生命上如何经营啊 因为我们的欧赖也是里头 是不是全都录啊 里面都录了什么 善恶的因缘 那就看我们要录的是什么因缘 对不对 是善的因缘还是恶的因缘 是不是都是我们自己 自己要去想清楚的 所以我们说我们在精进上面 是不是就是对善恶啊 专门对善恶 以生的善要怎样 长养 卫生的善要让它能够生长 对不对 以生的恶要让它能消除 卫生的恶要让它不起 这是不是也是一种经营啊 是很积极的去经营的 经营彼所应做 因为点点滴滴 是不是全都录啊 最后是自己要去承受的 还是自己去承受 所以既有如是设立因缘 令诸友情与成熟事呢 有所堪认呢 也因为透过前面的这四个波罗蜜 所以能够设立因缘 能够设导 而且能够去 对因缘能够有所设受 能够有所利益啊 所以这些是不是都透过因缘来想啊 因为波瑞本身就是在讲因缘法嘛 也是透过因缘 是不是才能够由此案到彼案的完成啊 如果只是现象是没有办法的 在现象上我们会有很多的 不理解 不满意 乃至抱怨种种 对不对 但是如果透过因缘 我们是不是比较容易逆来顺受啊 接受一切嘛 所以反而能够设立因缘 并且令诸友情于成熟事上面呢 有所堪认 愿意去接受一切 不管是 这个业障的先前 当然福报现前 我们当然一定会接受 欢喜的接受 但是纵然是业障现前 我们是不是还是愿意接受啊 那就是一种堪认 不然的话我们都会 业障现前 我们是不是就很想逃避啊 就想要躲避 想要逃避 那就是无所堪认啊 因为我们无法接受啊 所以透过菩萨道 在这个福报或者业障 是不是照样 照单全收啊 因为是自己照过来的嘛 怪不得任何别人 是不是都自己造就出来的 好 所以呢也因为这样子 从此以后呢 心未定者令其定 心已定者呢 令得解脱啊 是不是我们的心 就会比较定一些啊 所以当我们知道 缘起性空 的这个空性 是不是就是在讲平等性啊 虽然现象看起来是不平等的 但是如果我们深深的去确认 它的平等性的时候 起码我们的心 比较摆的平 不是立刻能摆平 但是比较有机会摆平 好 不知道各位 有没有这样子的 好 的经验 好 真的我们会觉得 看起来现象上很不公平 我们很多的抱怨 很多的觉得说 怎么会是这样 但是如果我们深观因缘法的平等性的时候呢 是不是我们就是 就是只好去接受 也比较能够去接受 而且会知道 其实是非常公平的事 其实是非常公平的事 不是用肉眼看到的不公平 而是要透过会眼知道一切是公平的 因为我们透过会眼知道一切公平的话 我们是不是才能够达于平等相的线前啊 透过平等性其实就是平等相的线前嘛 能够让我们的心逐渐摆平的话 那就是一种定嘛 当然修定有很多种定 修定的方式 前一阵子有位法师就说的 他曾经请教过应顺导师说 导师您如何的修定啊 其实导师回答的是 其实他随时都在修定 但是不一定是禅坐的定 不是一定要透过禅坐里头才得定 因为我们说行柱坐卧当中 是不是还是有定啊 尤其四家行里面 我们常讲说是一明得定 有没有 一明增定 越明白因缘法的话 其实我们的心会越定 因为因缘法是不是充满了平等性啊 因缘法的平等性 我们要去深层的确认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心自然会比较定定的 会比较淡定 现在的语言说的叫淡定 就是一种淡定哦 因为心为定者呢 令其得定 那心以定者 能够令得解脱 心既然能够安定的话 其实就有机会去思考更深的 更深的呢 就是希望能够 不是只有在世间的这种淡定的感觉 而是希望能够透过 我们的心的定定的呢 其实对会学上 会更加的清楚明白 也是透过会学 是不是要透过智慧才能够解脱啊 解脱的关键在会啊 所以我们说借定会 借定会嘛 有定的基础的话呢 其实会学上 有助于会 让我们的心本身比较明了 所以是一明得定 一明真定 好的 这个明 如何明 是不是要深入因缘法才会明啊 深入因缘法才能够明 所以要深入到因缘法才能够透过加行啊 这是要透过加行制的哦 所以这个是第五个部分 是不是就是在修禅定啊 其实就是所谓的修禅定 为得定者令得其定 对不对 令其得定啊 以得定者呢 令得解脱 因为我们的目标不在于定 而在于会 我们修定是为了 验证会 从文会 私会 修会 到什么 验证会 就像我们刚才 我们这里讲的叫正觉 有没有 正觉到正会 到正会 好 所以呢 于开悟时 彼得成熟 所谓的 好 到开悟时 指的也等于说是到超凡入圣 因为他是成熟的 第一 大奥生奇节的圆满 第一大奥生奇节的圆满 那么都 也是要透过什么 六度万恨 六度 六度是一个很重要的什么 基础 做法是不是有各种不同的做法 叫做万恨 六度万恨 的关键是不是在 波瑞 围导 五度融满 波瑞围导 所以开悟 当然这是一个大的开悟 一个程度上面的开悟 平常是不是要借着小小的开悟 小小的开悟 转迷起悟 也是一种小的开悟 开悟 到慢慢慢慢的 透过因缘法而能够升官 能够广行 所以这个就叫做 如是随顺 成熟一切有情 这是不是第三个部分 也就是佛陀恩德的圆满 佛陀为什么会有恩德的圆满 因为过程当中 佛陀是不是就是透过行菩萨道 利益所有一切众生 利益一切所有众生 所以唯利六数 并如是之 所以是不是都是六数 都就是这六度万亨 其实就是这六度万亨 好 所以第三百六十页 第三百六十页最后面 总之前四度是 涉受有情的因缘 后二是调伏众生 另解脱生死 有没有 所以我们说要修福修慧 对不对 要有资粮慧 是不是还要有加息慧 是要福慧双修 要解形并重 所以我们听经文法 是不是也是希望 透过理解之后 付诸于行动 是需要去实践的 是需要去实践 那能够随顺成熟 一切友情 也是唯利六数 不多也不少啊 好 所以这样写了后 是不是更清楚明白 对不对 其实是三大象 第一大象里头 又细的分 到第三 是不是又是一个一个一个的 六个六数 好 那当然 以一切智来讲的话 还是透过什么 六 六度 所完成的 到一切智制 的过程 其实都离不了什么 六度万亨 好 因为 我有波罗蜜 波罗蜜多 其实就是帮助我们 从下面的层次 慢慢慢慢 慢慢的往上提升 的完成 波罗蜜多 从此岸到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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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的往上提升 好 所以这是十门分别 里面的第一个 就是什么 数 好 那第三百六十页呢 第二个就是像 像 像里头呢 也分了几个部分 分了两个部分 一个是六种最圣 六种最圣 在第三百六十一页 说此六种像 云和可见 其实六度万亨 其实也会形成 所谓的六度的 这个体像 六度的体像 那如何能够 能够去感受得到 看得到 当然这看不一定是 透过肉眼 有时候要透过慧眼 是不是 那如何能够 能够去体正的到 那么 主要就因为 这六种来说的话呢 它都是最为殊胜的 最为殊胜的 所谓的殊胜呢 就是帮助我们 从世间法 有机会出世 并且不止出世 还要能够 世出世入而无碍 对不对 解脱到走的是 从世间法而怎样 世出 对不对 解决个人的 但是菩萨道呢 会发现说 我既然自己能够世出 我为什么不去帮助众生 那要帮助众生 是不是又要世入啊 所以要能够 世出世入而无碍 这也是所谓的 中观不二呢 也要透过中观不二 所以呢 这种能够世出 乃至世出世入而无碍呢 都属于殊胜的 都属于 不是世间法 所能够到达得了的 所以有六种最殊胜的部分 第一个 由于所依 所依的这个部分 是最为殊胜的 婆罗蜜多 那所依的呢 就是什么 菩提心 菩提心 所以我们每次画的这个 生生不已的生命之流 是不是都是从菩提心 做基础开始的 踏上成佛的道路 从菩提心到三菩提 到三秒三菩提 到二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对不对 所依的是不是就是菩提心 它是最为殊胜的 是一种觉醒觉悟的心 所以我们说 学佛就是要从自觉 觉他 到成佛的 觉醒圆满 是不是都是一种觉 所以我们如果自己 自觉不了的话 真的别人就很难 帮助得了我们 我们能够自觉得了的话 我们就有机会 有助援了 所以这个觉 菩提心是非常重要 菩提心也就是 上求佛道 下化众生的 觉醒觉悟的心 不是只有在生活的层面 不是只有在世间法里面而已 因为它是可释出 并且还可释入而无碍 释出释入而无碍 所以他说 一的菩提心是最为殊胜的 第二个呢 他所根据的这个事 是最为殊胜的 这事情呢 也就是所谓的六度 那这六度来讲的话 是具足现行固啊 具足的 因为他能够内而身心 外而之财 有没有 一切的一切都能怎样 施舍 从不施 不施本身是不是也没有界限 不是只有财务上有限的不施 对不对 这个还包括法施 乃至无畏施 对不对 他是可以无限无量的 是可以无限无量 那其他五度也是如此的 所以我们说六度的量 是不是非常大 为什么六度的量是很大呢 因为关键就在于 波瑞 信空 信空是不是打破界限啊 打破布施的界限 打破什么 持戒的界限 打破了忍辱的界限 打破了精进的界限 打破了禅定的界限 所以反而否定式的符号 否定式的符号 是不是才有机会破 破除我们的什么 自信忘旨 而让我们能够无限无量的扩展 所以他的这个量是非常广大 是无限无量的 所以我们说要成就到成佛 那么心经也讲 三世诸佛依波瑞波罗密多 故有没有 得阿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因为依着波瑞来波罗密多的缘故 是不是才能够圆满成佛 得阿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个是具足现行 具足所有一切的 而且是可现前的 那么这个的关键就在 因无所住而行于 不失 持戒忍辱 精进禅定 是不是 都是无所住 才能够无限无量 也才能够无限无量 所以呢 由恕最胜 第三个呢 由恕最胜 的这个处呢 使得不是自己 而是所有一切有情众生 的所有一切利益安乐之事 如果只是自己的事情 是不是还是有限有量啊 而所有一切众生利益安乐之事 是我们六度的什么 一处 一处 那前面是跟菩提心相应 而我们所谓的处是大悲心 大悲心 所以我们说学佛三药 里头是不是包括了菩提心啊 还有什么 大悲心 菩提愿 大悲心 还有什么 智慧 无所得 为方便 有没有 无所得 也就是无所住的心 好 菩提愿 大悲心 跟 好 无所得的智慧 玻璃智慧 好 所以呢 这个 所由的处 由处最胜 因为他的所缘的静 那么是无限无量的 好 因为所有一切 有情利益安乐事 为所 一处的缘故 第四个呢 由于方便善巧 所以呢 他是最为殊胜的 好 为无分别致 所设 受雇 有没有 无分别致 好 之所以能够方便 善巧的最大的一个 好 智慧 也就是 无分别致 那我们如何 达于无分别致呢 就要先从什么 无所得的心 无所住而升其心 有没有 好 为什么能够 无所得 无所住呢 就因为 信空的缘故 是不是透过信空啊 无所得 无所住 才能够无分别 所以我们 层次上 越下面的分别 是不是越严重啊 越上面呢 就越不分别了 越高 好 我们站得越高 是不是看得越远 所看到的现象 越平等 对不对 好 所看到的现象 越平等 到 超凡入圣那个点 也就是平等向的 什么 现前呢 平等向的现前 其实就是 无分别致的现前 也因为有 无分别致呢 其实才能够 让我们 非常的方便 山桥 所以我们说 透过波瑞 缘起信空 所谓的信空 它是不是 无有定法啊 如何的利益众生 是不是也无有定法 看众生 需要什么 菩萨从来没有 个人自己的看法 是不是 就是 站在 对方的立场啊 随顺着 因缘变化 才能够方便 山桥 所以这个就是要 透过什么 无分别致 所设 受雇 好 那 第五个呢 就是所谓的 由回向 最胜 为回向 无上 正等菩提固啊 在回向上面呢 是最为殊胜的 是因为 随时随地 都是以无所得 为方便 以一切 自制相应 作义 有没有 以一切 自制相应 作义 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 为方便 有没有 这是不是 出自大波瑞经啊 也就是 佛 应顺导师 在学佛三药里头 所隐的 对不对 所隐 隐正的嘛 所以以无所得 为方便 那么回向 回向 无上 正等 正觉 与一切 自制相应 作义 所以我们说 所谓的菩提心 是要能够 以 成佛 的智慧 智德的 圆满嘛 恩德的圆满 还有什么 不万得的圆满 所以回向 也是一种 上求下化的心 那么 这个 也是我们 修习六度 万恨的一个动机 因为 终究 是要协助众生 能够 能够 起码 走上解脱到 乃至 行菩萨道 到圆满 不仅自己 想要圆满 也希望众生 是不是也机会 圆满 成佛啊 好 那第六呢 清净 最深 由于 清净的缘故呢 他最为 殊生 而且在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 烦恼 所知 二障 无障 所及 起固 有没有 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在 在对峙 我们的障碍 我们的障碍 是什么 烦恼障 我执 造成我们的 烦恼障 我们的 这个 法执 造成我们的 什么 所知障 好 那都会希望 那这些障碍 本身就是 杂染的 好 就是有杂染 那这种杂染 要转染成境 是不是就要 透过清净 透过清净的 法性 来思考 而不是 法相 因为一旦是 法相 就容易 怎样 杂染 所以呢 要具有这六项的 布什磁阶等等 才是真正的 什么 波罗蜜多 会有这六种 最殊胜的现象 六度万亨 在现象上 为什么它 如此的殊胜 就因为 它有这六种的 最殊胜的缘故 好 那这是十门 分别的第二门 对不对 第一门 是不是就是树上的 树量上面的 第二个就是现象上的 像上面的 好 那我们这堂课就讲到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 - 乌铭台湾燃灯功德会 - 迢政跨波 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 供斋点灯慈悲诗时药供焉供 新逢药师佛圣诞 佛教慈悲职业花莲分会 旗见药师祈福法会 日期10月26日星期六 恭送药师琉璃光七佛本院功德经 恭请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 10月27日星期日 礼拜慈悲药师宝产蒙山诗时 恭请赞民法师主法 每日时间上午9点开始 地点花莲中心花莲市建国路160号 电话038311673 038311673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佛教慈悲职业基金会南投分会成征义工 共同发心来赔福 1. 相机义工 2. 法会布置机动义工 3. 值班义工 半日班 4. 大店清洁义工 5. 环境清洁义工 6. 冲茶组招待义工 7. 电脑行政人员 地点南投分会 南投县草屯镇中正路254-86-5号 下旬电话0958-963-288 0958-963-288 049-2315-999 049-2315-999 南投分会 敬邀菩萨参与讯息同瞻法义共睦佛恩 佛学名词灌顶 灌顶是佛教密宗 一个很特殊的仪式 但是什么是灌顶呢 在古印度 转轮圣王的太子 要即位的时候 转轮圣王会把四大海水收集起来 从太子的头上淋下去 代表从今以后 这个四天下属于你的 你要接续你父亲转轮圣王的位子 开始统治这个世界 后来佛教中 将这个仪式衍生到佛教来 在日本的真言中 这么解释灌顶 大致如来 以智慧的般若法水 来灌我们初发心菩萨的头顶 也代表佛菩萨圆满的功德传授给我们 在密宗灌顶叫做授权 也就是透过灌顶 我们可以修行这个本尊 身口意 身我们要比手硬 口我们可以持这个本尊的咒语 意我们可以观想这个本尊的形象 以及种子字 因此灌顶也就是一种资格 但是相对的灌顶也是一种责任 从今天开始 我如果受了观音菩萨的灌顶 我就要跟观音菩萨一样 慈悲利益众生 我受了欧命佛佛的灌顶 我要引导众生都往生极乐世界 灌顶除了授权 除了资格 也是一种责任 基于灌顶是不是真的 透过种种的仪轨呢 是的 有可能上司会用一个宝瓶 放在你的头上 代表你得到这个本尊的宝瓶灌顶 灌顶有瓶灌 密灌 智慧灌顶 以及慈意的灌顶 但是最重要的是 透过灌顶的仪式 能够转化我们的内心 让我们从一个凡夫 进而成为一个佛陀 但是是不是完整的接受灌顶 就要看我们内心 有没有得到净化 未来的行为 有没有越来越像 佛或是菩萨的行为与修行 这才是真正得到灌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